为什么霍宇浩本体武魂灵谋 再带上宣传了子鸡魔童 竟然还看不出来王东是女生假扮的呢 众所周知啊 唐三在魂力四十节的时候 就通过子鸡魔童 看穿了小五的真实身份 得知了小五是一只十万年魂兽转世而来 那么霍宇浩的灵谋武魂 在子鸡魔童的强大加持下 还有百万年魂环 察言官司的能力 肯定比当年唐三更上一层楼 为何却看不出来 王东其实是唐三的女儿假扮的呢 这就不得不牵扯到唐三对女儿的一系列骚托作了 其实在唐三得知女儿偷偷下界之后 便一直默默地保护着自己的女儿 生怕受到一点危险啊 虽然唐三说着 神不能干涉人间 但是神王却可以啊 唐三用自己的神识 掩盖住了自己女儿的身份 即便是一级神奇 也很难看出来王东是女扮男装的 其实在爵士他们原著中 惠宇浩曾经趁着王东在睡觉的时候 偷偷用自己的精神之海 窥探过王东的命运 结果却发现 王东的精神之海里竟然藏着一把海神三叉戟 海神三叉戟的光明属性 差点将惠宇浩的精神之海整个烧毁 此时的惠宇浩和天猛兵残 差点就被吓死了 于是惠宇浩便得知了 王东此人身份并不简单 还有便是王东女扮男装 其实是属于易容术啊 类似于千任雪易容成雪星河 并不属于浑兽化形成人 所以即便子戒莫通修炼到了戒子阶段 也很难看穿 毕竟本体都是人类 只是在化妆和样貌上稍作改变而已 还有便是 唐三为了保护女儿的真结 从出生开始就给女儿下了个真操锁 这真操锁 到惠宇浩成身之后还没有解开 指望在学院的时候给你看出来 更何况还有史莱克学院的老师们 给唐武东打掩护 也难怪惠宇浩根本看不出来 王东的真实身份 观众朋友们觉得 惠宇浩有没有看穿王东的真实身份呢 他是在装傻还是真的不知道呢 欢迎评论去讨论